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身 昨天呢,因为一件事情我和我媳妇吵架了 当然,也不能算吵架,应该叫激烈的辩论 肯定有人说了,哎呦老宋,你长能耐了,长本事了 还敢跟你媳妇吵架了,那怎么的呀 必须的呀,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老宋必须给自己争取到家里的合法利益和权利 不能什么事都让他说的算,压在我脑袋顶上 怎么能可以呢,在这些事情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有朋友肯定问了,说你因为什么吵架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什么事呢 就昨天呢,我在家洗澡,洗完澡之后呢 他去卫生间收拾去了,收拾的时候他出来就质问我 他说怎么的呀,宋玉慕,你怎么又用一条毛巾呢 我不告诉你了吗,毛巾要分开用啊 我说对呀,那毛巾你不用一条洗澡 你不用一条毛巾,我还用几条啊 他就说我了,啊,你又一条毛巾,你又插头,又插脸,又插身子,又插屁股,又插脚 那不脏啊 哎哟,我说那脏什么玩意啊 啊,你事怎么这么多呢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腰,我还分为高低贵贱之分呢 我自己的腰每一块我都很欣赏的,对不对啊 啊,再者说了,我洗澡的时候啊,我洗得很干净的,我打香皂了啊,打淤淤液了,那我全身上下,洗白白,洗香香了,那我用一条毛巾不很正常吗,对不对啊 啊,我也不是脏的,我还没洗澡了,嘎嘎的,因为我洗白白,洗香香了,你们,对不对啊 啊,再者说了,我说就算我又一条毛巾啊,我也是有顺序的呀,我也没乱来呀 我怎么有顺序的,你看我得是先插头嘛,插头,插脸嘛,插脸,插脖子,插身上 啊,然后再插下面的身,包括屁股吧啊,最后插脚嘛,对吧 然后这手机我用完了,对不对,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啊,我媳妇就说了,你用完了下回呢,我用完了洗完脚的手机,不得头一头,不得洗干净吗 你干净下回不就干净了吗,下回我再插脸不就正常了吗 这有什么呀,对不对啊,啊,你们朋友你们说,你说这叫事吗 啊,然后他就不乐意了,他就说什么,毛巾得分开,插脸的是插脸的,插身体的是插身体的 插屁股,插屁股的,插脚是插脚的啊,都要分开的,注意卫生 我说得了,就你们事那么多,你事多我不管,你也别管我,对吧 我说啊,你好几条毛巾,我闺女好几条毛巾 我还不能用你们的毛巾,我来自己来整好几条毛巾 咱家卖毛巾的哟,啊,再者说了 那毛巾啊,一整一个多月就换一条,一个多月就换一条 那不是花钱买的哦,那怎么的钱是大风寡来的哟 啊,再者说了,你给我准备好几条毛巾,说良一话,我也分不出来哪个是插哪个的呀 啊,用着用着就用混了,那不和一条一样了吗啊 就这么多事啊,哎呀真,一提到这个事,我又想起一个事,什么事呢 就咱家那个盆,啊,卫生间里那个盆,哎呀,好多个盆 哎呀,我也不知道能干啥的,反正我是不用的,我一个盆我也不用,为啥呀 有朋友说,那你洗脸洗脚的,我洗脸我就用水池子洗呗 洗脚,我把脚一抬,抬到水池子顶,就洗呗 就什么盆啊,对不对,哎呦,我弹的盆,这个哪呢,哎呦,整那么多盆 哎呦,我真的不爱说啊,对不对,啊,就 啊,哈哈,好,反正,就因为这个事,啊 咱俩激烈的辩论了半个小时,不能说吵架啊 咱从来不跟我媳妇吵架,咱是激烈的辩论,咱得讲道理 好了,就这个事,我想问问朋友们,你们说 我有错吗,是我错还是他错 朋友们,男性朋友们,就你们说,你们洗完澡之后 你有几条毛巾,你有四条毛巾,三条毛巾 你是不是洗完澡了,啪,头一插脸一插,就毛巾挂起来 然后咔,身子一插,挂起来,然后把屁股再一插,挂起来 然后拿最后一条插脚,你这样吗 你是不是,我相信男性朋友没这样的吗 是不是,我男性朋友,最多最多,我相信你用两条毛巾 一个插脚的,啊,一个插脚 其实平时吧,我也,插脚的,我也是可能有一个 也要专门插脚的,但洗澡我认为用一条就OK了 完全可以了,对不对呢 男性朋友们,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老是没啥错误,当然我也想问问女性朋友们 你们都用好几条毛巾吗 再一个呢,你们老公要用一条毛巾 你们像我媳妇那样吗,啊,没事管吗 没事不满意吗,啊,还有男性朋友 你们老婆也这样吗,也不满意吗,啊 对不对,那不讲理吗 当然啊,肯定有朋友问我了啊 说到最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还用问呢 辩论是非对错,讲道理,碾压他 真的是,一点都说不过我 一点反驳的力量都没有,让我说得哑口无言 真的,让我说得没有话了 但是我媳妇这个人就挺没意思一个人 他就不讲理,怎么不讲理呢 你说讲道理你说不过人家,你说不过人家呗 哎呀,他不,他采取暴力,他动手 他一讲不过你,他就动手 他就有武力镇压,这个是挺烦人的 你说好难不跟女斗,对不对 再一个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对吧 他一武力镇压,那你说你还挨打疼呢 对不对,那你说我呆将 我跟他讲戴脑道理,我一说他打连了他 对不对,手不打他就东西 好厉害,那你说皮疙砸了,对对我 我这,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 那到最后我就认错了 我说我错了,我知道了 下回我多用,我用五条毛巾行了吧 你给我准备几条,我用几条 真是的,朋友们说你改吗 改个老皮我改,我能改了吗 我,我是有底线的人 我是有准,我说到哪,我已经我素 哎呀,你看着了,我不能徐老师跟旁边瞅着吧 对不对,你这,不要你瞅,对不对 你不能跟旁边瞅着吧,啊 我就用一条,对吧 你看不着,对不对 你看着了,说,说两句说两句呗,对吧 看着就看着呗,对不对,爱咋咋地 反正,你给我搞好几条毛巾,我咔咔咔的,我是 不行,我做不到,对不对 朋友们说了,一共你起初看到的视频 看着都咋的,我啪你啊 惨事的,你除了杜手还能干啥 这不讲理,对不对 好了,就这个事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支持我不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看大伞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拜拜